肺炎疫情在全球爆發 其中成為歐洲重災區的意大利 確診個案超過63000宗 死亡人數有約6000人 在口罩等防護物資 在當地非常短缺的情況下 張偉健這日就在社交網站 鋪了張自己和幾雙口罩的自拍照 透露已經捐贈了一批口罩去意大利抗疫 張偉健就說這樣做不是要為自己套上光環 又說捐贈口罩在這次疫情當中 只是杯水車身微不足道 希望可以為當地居民送上多點愛和正能量